烏克蘭陸軍司令希爾斯基在7月20日告訴BBC 隨著烏克蘭為收復巴赫穆特創造條件 當地俄羅斯軍隊已經被半包圍 希爾斯基說道 目前俄羅斯軍隊的部署就像一個拱門集中在巴赫穆特 他們處於半包圍之中 不利用這一點是不可能的 我認為希爾斯基將軍的話 過於樂觀地估計了當前的形勢 從目前的戰線來說 烏克蘭距離半包圍巴赫穆特還有一定的距離 以戰爭研究學院ISW最近幾日的戰報來說 烏克蘭只在巴赫穆特周邊取得了非常有限的進展 我們現在看到的地圖 就是目前俄烏雙方在巴赫穆特周邊的接觸線 可以看到巴赫穆特城市的主體 依然在俄羅斯守軍手中 和兩個月前相比 烏克蘭確實收復了巴赫穆特周邊不少的領土 綠色和藍色地區 那都是被烏克蘭收復的 過去兩個月以來 雙方交戰的焦點並不在巴赫穆特市區 而在北部的貝爾哥夫卡 和南部的克里斯奇夫卡 克里斯奇夫卡只是一個非常小的村莊 烏克蘭目前控制了西部地勢較高的地區 能夠對該村莊周邊進行轟炸 但是並沒有完整控制該村莊 雙方的交戰依然在非常激烈地進行著 我們現在看到的視頻就是由 烏克蘭無人機在空中航潘 該地區的戰局 可以看到廣闊的烏克蘭平原上 是一望無際 田野中散布著零零星星的樹林 而道路則清晰可見 戰場上可以看到一輛已經被廢棄 被摧毀的T-64坦克 除了T-64坦克以外 戰場上還可以看到 不少被摧毀的步兵戰車 和其他類型的坦克 而最讓我感到震撼的是 在這個視頻中隨處可見的彈坑 我們可以看到綠色的田野上 每一個看起來發黑的一個原點 它其實正是一個彈坑 一個彈坑一個彈坑 排列的非常密集 可以說整個地區已經完全被火炮覆蓋過一遍了 當無人機的鏡頭拉近 我們可以更清晰的看到這些彈坑 在這些彈坑中間是散落的 廢棄的烏克蘭的裝甲車輛 我想任何一個密集恐懼症患者 看到這個畫面 心裡都會發毛 戰爭的殘酷 在這樣一個視頻片段中 展現的是淋漓盡致 大地上沒有一片土地是完整的 可見在該地區 戰鬥到底有多麼激烈 而在北邊的貝爾戈夫卡 情況是類似的 烏克蘭在該方向上的進攻 也受到了不小的阻力 目前無法控制貝爾戈夫卡這樣一個村莊 而在該地區的戰鬥 已經持續了至少一個月以上 我們現在看到的視頻來自於7月12日 烏克蘭通過一架無人機 發現了俄羅斯在貝爾戈夫卡附近的一輛T90坦克 該坦克是目前俄羅斯在戰場上最先進的坦克 之後烏克蘭使用無人機向T90發起進攻 從遠處的視角可以看到 這輛坦克被擊中之後燃起滾滾的濃淵 恐怕已經是無法使用了 烏克蘭的戰略意圖非常明顯 就是從貝爾戈夫卡地區北上切斷M03公路 難免從克里西齊夫卡突破 進攻OPYTNE這樣一個城市 兩面夾擊達到包圍巴赫穆特的目的 從目前的推進進度來說 烏克蘭遠遠沒有達到半包圍巴赫穆特的程度 在過去幾個月以來 我聽到過不同的聲音 有的人說烏克蘭在大獲全勝 有的人說俄羅斯在大獲全勝 其實這兩種說法都不準確 目前的烏克蘭戰場已經完完全全 陷入了一場拉鋸戰之中 烏克蘭在局部地區確實有局部的突破 然而推進的程度依然比較緩慢 不僅烏克蘭在進攻 俄羅斯在某些方向上甚至也發動了反攻 在7月18日 希爾斯基將軍表示 在庫皮·揚斯克方向 俄羅斯集結了10萬士兵 900輛坦克 550門火炮 370門多管火箭發射車 計劃對庫皮·揚斯克方向發動總攻 他們的戰略意圖是希望分擔俄羅斯在南線的壓力 使得烏克蘭將一部分兵力移動到北面 庫皮·揚斯克的戰場 然而 俄羅斯的這次進攻依然是雷聲大 雨點小 至截稿時俄羅斯沒有取得太大的進展 烏克蘭已經在該方向上首次使用了美國提供的極速炸彈 我們現在看到的視頻是由英國電訊報拍攝的 視頻中烏克蘭使用北約火炮發射155毫米的DP-SAM極速炸彈 該極速炸彈包含86個子彈頭 每個子彈頭的爆炸威力像一枚手榴彈 烏克蘭士兵在接受英國媒體採訪時表示 極速炸彈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覆蓋面積非常大 有了極速炸彈 我們可以更有效地阻止俄羅斯的進攻 然後我們就可以發起反擊了 可以看到在擁有了極速炸彈之後 俄羅斯如果想發起密集的進攻 將面臨更大的傷亡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庫皮揚斯克方向 俄羅斯最近進展不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烏克蘭的南部戰場 過去一段時間顯得更為平靜 烏克蘭雖然度過蒂涅伯河 在赫爾松城的對岸建立了一個小型的橋頭堡 但是並沒有繼續向赫爾松腹地發動大規模進攻 這主要是因為 雖然烏克蘭度過蒂涅伯河 在達契這個村莊附近控制了一定的陣地 但是往前推進面前還有大量的河流和濕地 也就是說嚴格意義上來說 烏克蘭並沒有完全跨過整個河流地區 我個人推測烏克蘭在赫爾松方向上 發動反攻的最佳時機 它並不在夏天也不在秋天 而是在冬天 那冬天到來之後 原本凝硬的土地將變得乾燥而堅硬 那這個時候烏克蘭更多的裝甲部隊 就可以在該地區向前推進了 而現在想要讓烏克蘭的部隊越過濕地 向俄羅斯的預設陣地發起進攻 無異於拿雞蛋撞石頭 這也是烏克蘭武裝部隊 並沒有在赫爾松發向上 發動決定性進攻的重要原因 烏克蘭還在等待發起進攻的最佳時機 而在扎波羅熱方向上 雙方仍然在激烈的戰鬥著 特別是在大諾沃西爾卡以南的河谷地帶 烏克蘭和俄羅斯目前正在爭奪 S-T-A-R-O-M-A-I-O-R-S-K-E這樣一個村莊 我們最後再來總結一下目前的烏克蘭戰局 從北向南在庫皮揚斯克方向 俄羅斯集合10萬大軍試圖發動反攻 烏克蘭則首次使用了急速炸彈 有效阻止了俄羅斯的進攻 而在巴赫穆特地區 雖然陸軍司令希爾斯基表示 烏克蘭已經半包圍巴赫穆特 但目前雙方的戰鬥依然十分焦灼 戰線顯示烏克蘭距離半包圍巴赫穆特 還有一定的距離 而在南部戰線 從蒂涅伯河到扎波羅勒 雙方已經陷入了長時間的陣地戰 烏克蘭目前作戰的重點 則是使用遠程火力 比如海馬斯和暴風營導彈 持續打擊俄羅斯後方的指揮中心和彈藥庫 以此削弱俄羅斯前線的戰鬥能力 而這樣的僵局恐怕還將持續一段時間 目前看起來烏克蘭戰爭 將面臨長期化的可能 就如同當年朝鮮戰爭一樣 在朝鮮戰爭第一年 戰役可以說是大開大合 戰線也多次發生變化 但從第二年開始 雙方的戰線就不曾發生大的變動 可以說是打打停停 邊打邊停邊停邊打 從目前烏克蘭的局勢來說 不排除烏克蘭戰爭 向朝鮮戰爭類似的局勢發展 如果烏克蘭戰爭真的長期化 最終的解決途徑 將可能還是雙方不得不走回談判桌 通過政治和外交途徑進行解決 不過對於烏克蘭來說 好消息是尚沒有使用自己大量的預備力量 烏克蘭大概還有十多個旅的作戰部隊 沒有投入使用 而俄羅斯前線部隊長期沒有輪轉 身體和心理恐怕到了一定的極限 俄羅斯第58集團軍指揮官波波夫 前段時間辭職 也正是因為向俄羅斯高層反映了這個情況 結果俄羅斯國防部不僅沒有解決問題 卻把提出問題的人給解決掉了 我心中無比希望烏克蘭盡早贏得這場戰爭 希望烏克蘭能夠有效利用手中的有生力量 找到俄羅斯防線上的薄弱點 取得致命一擊的效果 我是子定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